癌症是不治之症,这是时下绝大多数人对癌症的认识,这种认识影响很广,很深。 可是,如果有人告诉您,癌症不可怕,癌症其实就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,只是一种慢性病,癌症并非不治之症,很多癌症可以治愈,很多癌症可以与您和平共处。 而预防癌症的钥匙,其实就在您自己手上,您会相信吗? 长期以来,在人们的心目中,癌症二字基本于死亡划上了等号,甚至比死亡更可怕,因为在确诊癌症之后,每一寸光液都像是生命的倒计时,这段日子充满了恐惧和绝望,放疗、化疗、手术、各种的肛昂费用,又令很多家庭因病治平,因病反平,人才两空,由于办法和效果有限。 加上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不足,使得这种身体病患,也变成了精神疾患,恐惧,孤独,绝望。 加之中国几千年来对疾病会莫如真的社会心理,更加剧了这种身体病患的精神性伤害。 一想到癌症,几乎所有人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一副凄凉的图景,以至于很多癌症患者并不是因病而死,而是被这巨大的恐惧感压垮的。 恐癌心理已成为社会公共心理的一种,可是,您可曾知道,这些对癌症的根深蒂固,都认识其实并不正确。 中国人对癌症的恐惧和误解太深,太久,是时候消除人们的误会了,是时候将人们从对癌症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。 要消除人们对癌症的恐惧和误解,需要来一场癌症,认识革命,就让以下四个对癌症的颠覆性的心认识为您,以扫阴霾吧。 癌症是一种普遍发生的疾病,是一种伴随着衰老而出现的常见疾病,甚至可以说,癌症也是生命的一部分。 一,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,剧群威机构发布,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此类慢性疾病。 前两位就是癌症28.1%心脑血管疾病,27.1%,从数据中我们不拿探出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与癌症相当。 但大多数人对心血管病处之泰然,面对癌症却如同判了死刑,对癌症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心血管病等其他疾病。 恐惧的根源正是大众对于癌症位置和误解。 为什么说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呢? 首先癌症具有慢性病的普遍特点。 如病因复杂,多种危险因素,长期潜伏,病程较长,造成功能障碍的。 而且它的发生远比人们想象的普遍强健。 早在20世纪80年代,美国就有一些专家报告说,在80岁上下老年人的尸体中,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身体内患有肿瘤。 但这些老人生前都没有与癌症有关的任何症状,他们的死亡也是由于其他疾病或原因,癌症其实是一种伴随着衰老而出现的常见疾病。 此外,大家都知道癌症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,要经历多个阶段,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,再到形成肿瘤,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,在短时间内不会发作。 从发作到死亡,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,只要早期发现,早期规范化,癌症是可以控制和治愈的。 因此,2006年以来,世界卫生组织互等国际权威机构分分作出纠正,把原来作为不治治症的癌症重新定义为可以调控,甚至治愈的慢性病。 国内资深的肿瘤内科权威孙艳悦是认为,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,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癌症也许就像糖尿病一样,仅仅是一类在普通不过的慢性病而已,只要加强预防。 即早发现,即早,再加上愿疗愿准的新药,癌症并没有那么可怕。 二,癌症是一种三分之一病,世界卫生组织,乎曾指出,癌症作为一种慢性病,其中三分之一是可以预防,三分之一可以通过早发现,早诊断,早达到治愈。 三分之一不可治愈,但通过世道可以控制,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进而延长生存,无论对于男性或女性而言,长期的慢性感染,吸烟,饮酒,水果蔬菜渗入不足,等真是主要的致癌原因。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外,自身内部因素也有很重要的作用,特别是心理状态,长期抑郁的状态可能会影响代谢,免疫,激素等。 与癌症发病均有密切关系,癌症的发生发展,正是通过内外因素长期作用。 从正常细胞到癌细胞的缓慢变化的过程,正如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,主要作者斯图尔特教授指出,尽管医学节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认定,来很多导致癌症的风险因素, 例如吸烟、吸酒、不健康的饮食、肺胖以及缺乏运动等,但这些问题在中低收入国家,却依然在持续蔓延。 日之相反,发达国家近年来由于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,癌症的发病和肢死滤菌出现大幅下降,由此可以看到痰癌色变,不如科学防癌。 重在预防,30%以上的癌症通过不使用烟草,采取健康饮食,保持身体活动和适度使用酒精能够预防的。 另外1%癌症通过早期筛查,早期发现,积极的能使患者走向真正的康复,达到区域,癌细胞从开始增长,到直径1厘米的癌快, 至少需要3年以上时间,缓慢的生长,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到三早。 相关早期检查比如,特异性险性肿瘤标记录,能够早期预测癌症的发生。 低剂量螺旋克拉胸部扫描成为早期肺癌删查利剂。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,一滴血,一口痰就有可能成为这对癌症重要一句。 2014美国癌症协会,ACF统计数据,癌症死亡率稳不下降,整体死亡率下降20%,这正是得益于积极预防。 早期发现诊断并进行规范化,因此,近年来对癌症的相关危险信号,癌症高危人群的定期体检等逐渐重视。 NCCN等权威机构发表多种癌症差差预测风险指南, 对三早有积极的临床指导作用。 在已发表的S550周年胃肠肿瘤整体进展回顾一文中指出, 美国胃肠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鸣谢下降。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立的胃肠肿瘤研究组, 该组织进行了大量关于预防级的临床研究和试验, 将胃肠肿瘤拓展为类似慢性病。 正如新英格兰医学法治刊登的癌症研究200年一文指出, 两个世纪以来,在癌症、化学预防、病毒和癌症疫苗的研发以及烟草控制的四大领域,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,癌症研究正从过去到黑核子状态, 展开了今天的蓝图,剩余的三分之一是晚期癌症患者, 虽然不可治愈,但可以通过整合作战, 多学科综合带来显著获益, 例如手术、化疗、放疗是肺癌三大传统手段, 早期肺癌可以治愈,但对于晚期患者可以进行整合作战, 多学科综合带来成效、为创手术、精准化疗、分子基因的发展、 转化医学的进步,这些给癌症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, 目前癌症的已有以前的经验性向综合性、合理性、 巡症性转变。 此外,2012年SCO共识指出,将呼吸整合入标准肿瘤的观点, 相关巡症研究显示与标准抗肿瘤组相比, 呼吸可延长患者生存期, 几个患者生活以及带来其他获益, 同时社会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, 发展和转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, 因此,各大癌症权威机构强调, 需要在疾病的全过程, 强化对癌症患者生理症状、 心理和精神需求的管理, 提倡呼吸应贯穿肿瘤的全过程, 最终达到控制癌症的目的, 修正癌症的成功标准, 不是肿瘤组织的缩小或消失, 而是生存期的延长与生存质量的提升, 告别过渡, 走向事宜, 不以借口大小论英雄, 松斗了无流生存的绝对主义立场, 开始接料大流, 生存的兼容与豁达, 修正癌症的成功标准, 不是肿瘤组织的缩小或消失, 而是生存期的延长与生存质量的提升, 正如吴某超院士所讲, 切除肿瘤, 并非完全康复的标准, 身体达到平衡和谐状态, 才是真正的康复, 促癌和抑矮基因同时在人体内存在, 就看谁更强大, 必念单一, 走向综合治理, 不再饥饿如囚, 逐步放弃杀无赦的战争模型, 杰纳姑息模型, 继而走向安宁和缓模型, 完成从脚到腹, 脚腑并脂的转身, 从顽强绝对抵抗到获达生死, 此算助此尊严死, 认定病人死亡不是医生的失败, 痛苦折磨下无尊严, 无陪伴的死亡才是医生的失败,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, 我们必须消除误区, 调整平和心态, 积极的应对, 在此, 我们想换一个视角来解读癌症, 正如有人将cancer认为, c control 控制, a accept 接受, and never give up, 永不放弃, c confidence 自信, e evolve 解决, r renew 重生, 正如重生手记作者林志军先生, 以一名真实癌症患者告诉我们, 不恐惧, 不盲从, 不入歧途, 走一条正确的治疗道路, 面对癌症, 我们不能恐慌, 抑郁, 也不能惊世, 慢不惊心, 应该与亲友, 医护携手同行, 积极与癌症这种慢性病, 进行漫长的斗争, 迈向更美好的明天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